梁诗都借助城墙的坚固 有突厥的援军 幸运地逃过一劫 不过 这位解释天子深深地意识到 援军的重要性 于是 他继续抱着突厥的大腿 一边鼓动突厥 频繁进攻唐朝 那么 面对敌人的挑衅 李渊又想出了何种计策 化危险于无形呢 梁诗都依靠着突厥的援军 又一次渡过了难关 哎呦 高兴啊 哎呀高兴啊 这个德意啊 德意之余 这家伙又开始了什么呢 就开始了作 又开始作 当时啊 有姬胡的大帅刘先成 率领残部来投奔他 你要知道 姬胡也跟唐朝是敌人 两个敌人合兵一处 啥目的呢 无非是抱团驱难 对不对 咱们两个合兵一处 稍微势力能大一点 就这个意思 结果这个梁诗都啊 发现这个几乎人比他还要多 而且呢 又听信了谗言 结果竟然把刘先成啊 给杀死了 这刘先成一死 不仅几乎炸了赢了 就连梁诗都的手下的人 都感觉胆寒 因此不断地有人开小差 来投奔 唐朝 梁诗都这阵啊 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个孤家寡人 形势是越来越不利 于是乎 他又祭出了那个百事百灵的那个法宝 就是再次怂恿突厥 入侵 所以在他的怂恿之下 再加上突厥那是啥心态 唐朝 建国战争 眼看大局已定 对于突厥来说 必须得遏制唐朝这个势头 所以突厥在他的怂恿之下 也是频繁的入侵 小规模的入侵不计其数 大规模的入侵 就至少有两次 一次是武德七年八月份 突厥 杰利 突厥 二克汗 率领大军南下 一路打到了这个唐朝的这个宾州以南 严重地威胁到了唐朝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安全 那么怎么办 唐高祖当时还是决定要发兵礼御 而且他把指挥的重任 交给了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 他们两个带领着军队 新叶兼程赶往宾州 结果他们遇到了突厥的军队之后 李世民带领一百多个骑兵来到了阵前 冲着突厥的克汗喊话 克汗 你听好了 我就带了这些人来 你要是能单打独斗 你就出来 咱们两个来个个人的决斗 你要是不能单打独斗 那你就请朝而出 我就这一百多个人与你接战 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 与此同时他还想利用两位克汗之间的不和 离间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此他又转过身来对突厥克汗喊话 说你我曾有香火之情 今天为何被约而来供我堂 啥叫香火之情 就拜把子兄弟的意思 结果突厥克汗听了之后就不知道说什么好 说不出话来 要么两个人的确曾经有过约为兄弟的行为 要么就是纯粹是李世民为了离间两克汗之间的关系 反正对于突厥克汗来说 他就是说什么都不是 他万万没想到李世民说出这么一番话的 这就是他怎么回答都会引起杰利克汗的疑心 所以他只好不说话 可是你这不说话也不行 杰利克汗当时 杰利克汗是真不知道李世民跟突厥克汗之间 还有这四人关系 然后他又看突厥克汗又不说话 因此杰利克汗心里头现在也开始敲鼓了 觉得怎么着你 你还真跟他是有香火之情 你不会背后摆我一道 他就有这种想法 他俩本来就有矛盾 所以这这他笑着跟李世民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我没有什么恶意 我率领军队前来 也无非是想深顾我们之间的盟约而已 也就在此时 天上开始天降大雨了 这一下雨 李世民跟手下的人说 说这是老天爷帮咱们 怎么呢 突厥人作战 全靠公使 可是一下雨 弓箭开交 他们就无法作战 而我堂 历来靠刀剑之力 所以这这咱们应该趁雨进军 说到这 您是不是以为 李世民就此就率领全军 来一个猛烈的突击 不是的 李世民的确率军 前进 然后呢 突厥的确也吃了一惊 可是问题是 李世民 然后就此 又按兵不动 然后派使者 又去跟突厥进行谈判 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突厥克汗率先表示说 我不愿意与唐朝为敌了 而杰利克汗一听 那你要是不干的话 我去干 那我也不干 所以呢 啊 唐朝和突厥再次举行了盟事 然后呢 突厥就此就撤走了 也就是那次入侵的两年以后 突厥再次大举入侵 而且这个时间 请大家注意啊 这选择的时机 时间可是太微妙了 怎么呢 这阵李世民刚刚当皇帝 刚继位 你就打过来了 什么意思 那摆明了 就是要给新皇帝一个下马威嘛 而且这次入侵 又是在梁师都的引导之下进行的 由于有梁师都的引导 再加上 突厥本身就都是骑兵 机动能力很强 一下子就打到了长安以北的渭水北岸 距离长安只有咫尺之遥了 唐军当时根本来不及调集大部队啊 形势很危急 怎么办 李世民 不愧是战将出身 一身是胆 李世民率领着少部分的亲信 然后骑马直奔魏和 单枪匹马来汇这个可汗 在魏和岸边 他与突厥的杰利可汗 有一番对话 至于这个对话究竟是什么内容 史料没有详细的记载 也就在双方谈话的同时 唐军的部队陆陆续续的赶到了渭水岸边 据说来的人很多 烟尘蔽日 杰利可汗看到这个形势之后 杰利可汗就决定与唐太宗讲和 然后罢兵北撤 双方在魏和的汴桥再次举行蒙事 然后突厥撤兵了 双方究竟谈了些什么 唐太宗答应了哪些条件 换取了突厥的退兵 史料没有记载 正因为他没有记载 所以我高度怀疑 一定是答应给人家很多的好处 才换取了退兵 这对于新皇帝唐太宗来说 肯定是奇耻大辱 因此唐太宗就想到的是 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解决突厥的问题